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有没有看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 文革期间 有没有 第10到第11 这中间差了多少年呢 13年 这13年是 中国这个什么呢 文化 文学艺术 整个几乎空白的岁月 所以今天中国有这么样的突飞猛进 是不容易的 我1989年第一次踏上 我们大陆 那时候很感慨 因为比起啊 我在美国呢 所看到的 说像美国的这种交通网 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 咱们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达成 50年 我认为是达不到的 可能百年能追上就不错了 可是百年之后 人家又怎么样了 你要追上人家要百年 所以那时候很惆怅 不过当我到这个什么呢 几个大城 像 像底特利 和芝加哥 还有呢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华盛顿 哇 我看到黑人冲刺啊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呢 满街都是 而且 品味很不好 我们在里边都会来欺负你一下 尤其呢 都会伸手向你要钱 不过啊 黑人也有个好处 他不抢的话 你给他两毛五就可以了 我看到女生我都给个一块啦 有一次我半夜啊 从外边旅行回来 在一个这个 通过我住的哈佛大水旁边的一个 一个小公园 黑黑漆漆的 跑出来要像是一个女生 他好好说可不可以给他一根烟 或者什么 我说我没有烟 我可以给你一块钱 所以就给他 还有一次我和你们师母 一一走走 猛人跑出来 一个穿西装的黑人 我就给他五毛钱 类似这样的打发 但是我说 哎呀 这个国家 将来会为这一些 你当人用来做棉花 做奴工的人 要付出很大的这个 果然如此 现在他们潜在的 有哪知道 我那时候是19 呃 七八年 1978 现在2017 几年前啊 三十年前啊 三十年前 对不对啊 还四十年前 还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你看那个四十年之后 然后我最近到贵州 到内蒙古 到那个 零夏 这都比较偏远地区 对不对啊 可是那种高速公路 穿山越岭啊 而且一省 好几条 这个可以说啊 中红交错 好几年前我到这个福州 福建省的统战部长向我说 曾教说 我们现在福建 盖五条 高速公路 一口气五条 台湾这个从台北到 捷御到机场 要干二十年啊 一个隧道呢 也要搞个几十年 所以啊 突飞猛进啊 当时候 这个文革期间 我在哈吾大学 图书馆里边一看 早期 一些重要著作 扎扎实实都还有 可是文革那十年 就我去哈吾大学那一年 就是文革刚结束 看那图书馆里边 就找到一本书 大陆的出版品 各位知道哈吾大学 购置这个汉学的图书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 是收楼待进的 可是 只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我记得很清楚 《孟江你是一颗大毒草》 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这个时代 所以给民主啊 自己毁灭很容易 但是 要突飞猛进 也要自己建构 好 这四十三篇以后 各位翻开第七页 这个重要的戏曲通史的书 好 那么我对于这个 这些书的这个 素评 这些通史的素评 各位呢 也在 反正念得很快 带各位看一下 你那边 还能不能用再试试看 可以 好 上文说过 戏曲是综合的文学和艺术 所牵涉的层面和单元 尤其创业维艰 尤其创业维艰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知道 王峰为一生 从事取决研究 旨在光绪 33年至 林博二年 六年之间 所注 既有曲录二卷 戏曲考园一卷 优语录二卷 唐颂大曲考一卷 曲调圆流表一卷 录曲于谈三十二则 录鬼步教筑 古剧角色考一卷 戏曲展论十三则 宋元戏曲史等十种 前九种著作 都是为宋元戏曲史一书所做的前置基础研究 六 我在晋恩先生曲学竖评中 对其曲学之重要分解 指出 一给戏曲下了明确的定义 和言语动作歌唱一言故事 二提升戏曲地位至于史传相等 三由对宋代戏曲的考树而认为 南北曲形式与材料 南宋以全聚 四对原杂剧相关问题 如分歧 八达原因 曲文加速 名将批评都有极重肯的看法 但我也举出可商榷的问题五条 认为应当修订的地方六处 但无论如何 最为重要的是 晋恩先生在曲学上所具有的三大贡献 其是 一 就学术意义而言 开辟了戏曲研究的门禁 使戏曲从此进入学术的园林 二 就戏曲研究方法而言 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以精实考证教刊的方法 来鉴别和处理戏曲资料 一是先做基础研究 然后再融会贯通 注为专输 这两点对本人影响甚大 三 就研究风险而言 首开戏曲史研究的潮流 同时启发中日学者 对戏曲展开学术性研究 好 这个晋恩先生 不管怎么样是开中主师也 所以对他要特别的介绍 像我这段话 事实上我是发了两三万个字 这个晋恩先生取学术品 这篇文章 两三万字 才浓缩这样的内容 如果没有那两三万字做基础研究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说不出来 如果晋恩先生不是用了那十基种 他的基础研究 他能写出五万字 送缘细取史 那样质地有生的开山之座吗 这就是学术的态度方法 所以我说这两点对我影响很大 静恩先生他是以全家之学 那就重视资料考证的功夫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啊 所以我研究戏区时 那个当年没落的骨架 就是运用这个 那就戏区 巨种眼镜石考树 各位注意考树 这两个字 不是叙述 不是叙述 而是考树 这个做骨架 因为现在一般写这个戏区史的人 都是参考人家的著作 这个什么东 错一错或者加上自己的 然后就一本书很快就出来 我搞了53年不敢动这个笔 就是因为要学静恩先生的 好 这个 总计静恩之后 绿人轻悟正而有 中国近世戏曲式 无为中国戏曲代论 吴氏弟子如前有明清戏曲式 徐牧云有中国戏曲式 他们虽然不乏可供参考和影剧的见解 但皆指粗具轮廓 于使之周延脉落 均颇不足 而莫润历经艰难困苦 却能弃而不舍终身投入戏曲史研究著作 且能大惊大劫 见狗蓝图 颇具影响力而令人仰望的大家 则自属周一代先生 如前举目录 他的著作有其种之多 虽其间繁简有别 但如其中国戏剧史三卷本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国戏剧发展《纲药》三书 其健康布幕已堪称难能可贵之典型 若就周始中国戏剧史长编的《健康布幕》而言 从大处看不只是整个戏剧原生形成 与剧种发展变迁的历史 而且以注重其艺术之曲要 声律、结构、排场和演出 而于其文学义 不忘问其文词与名家名聚 此外,称如其 折四周华英教授于长篇《在板序》所说的 七种专注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繁简有益 视角也不尽相同 但是用几个基本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其一,戏剧为综合性艺术 场上众余暗头 其二,戏剧为民族性艺术 强调民间创造 其三,戏剧为社会性艺术 《探索历史的眼睛规律》 这七种专注中最为想辈 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 当属中国戏剧史长篇 也因此,宜白先生之 《续论戏曲史》便能凭证通达 众其可信 他的著作也成为我步入戏曲研究时 视之为经典性起模之书 中世同时或之后 如郑正正,董美坛,冯明之 快佩余威名,余从魏子云 叶树芭,郭荣欣,杨世祥,秦念孙 余秋雨,华温琪,温法比林等 所著大底区于简略通俗 目的旨在作为初学之精良 又如夜长海,刘彦君,雪君榜 李日新等所论述多采用一般 以时代这种作家作品之方式 亦为导引初学入门之作 其采取特殊角度或方式 亦论戏曲诗者 如刘涛宇,刘立文,偏向戏曲文学 前念孙与罗念孙 运用张文演艺模式 吴博清分百提,每提自成单元,徐序渐进 王永宽,王刚,王汉明,刘其玉等 注为编年式 田仲一城强调祭祀礼 赵山林从传播接受 建立新观点自成体系 叶长海,张吴海,标示为插图门 遥奔2014年新注影形态 《枪种》,《剧目》,《演出》,《艺人》,《点击》,《交流》,七单元,别开一格 他们都用力别出心台,为戏曲做不同的史论和史观 而要特别介绍的是以下三书 其一是张庚夫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三册》 此书是上世纪影响两岸最大的戏曲式专注 台湾许多大学用作造才 但此书的学术价值在大陆早已遭到质疑 2000年之初上海戏剧发表一篇 《潜海学派经安在》 《潜海学派指位于北京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也就是该书的主要撰写群 《中国戏曲通史》的作者在论战中已经承认此书的写作有历史的局限 同时材料所见也有限 可见该书却已过时 因为该书在马列主义的主导下 对于戏曲之新衰变迁 与作家负品之评价 莫不迟极其矛盾 人民斗争 封建毒害等作为全市观点 影响所及使多数大陆学者形成一股风潮 今日看来实在不忍足度 该书最主要之贡献在《舞台艺术观点》的解书 既终于白《中国戏曲史》之后 对清代地方戏曲的重视 但前者存在不少 含混不清或资料交代不明的问题 最明显的是对《易阳枪》剧本的界定 既为书名认定之标准与政治 又有些和《余妖枪》剧本相混 因此就动摇了其对《易阳枪》 《舞台美术》的《地论基础》 而后者则未能凸显京剧之 的主流地位 因之普贤草草 而若再就使的立场来检验该书 其原生与形成之基准位立 何能定位脚底戏与参军戏 为戏曲之起源 而参军戏之敌派动杂剧与金月本 其实与参军戏 其类相近 又如何是 宋经杂剧原本为戏曲之行事 行程 南戏北剧八元与成立之实地 皆未能明确论定 只作行政俗名 甚且不知南戏再先北剧再后 上年席名人北曲为先 南曲为后之错误观念 南戏北剧交话后 产生混血之传奇与难杂剧 却未易语造奇 由其论坤逆腔 亦可知其不明腔调原生 流霍发展之邦 更不知体质具种与腔调具种之 分野与互动之道 其二是掌中其 中国戏曲演技与变革式 其在论述方法上 戏英群戏曲 这种的渊生形成发展 衰落转变而序论 打破朝代划分的指缘 条理自成脉络 合乎其书名所接诸的 演技与变革之历史发展指示 从全书看来 角色是扎扎实实的 来论述戏曲的演技 与变革的历史 而且还兼顾其艺术与文学 他不能揭取朱家 作为其论述的主要内容 譬如有关年杂志 尤其是男杂志的章节 变容彩节 本人名杂志概略的精华 所以能要言不凡 条理明星 但是他全书九编中 用了四编来论述中共 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历程 篇幅激战五分之二 所占时间不过52年 更也过分降于京 其指叙也不够在强化 毛泽东发动并参与的戏改运动 而由此 此却也令人冻足毛氏 甲剑戏曲 以遂其政治斗争的目的 譬如 对小戏大戏戏曲戏剧 未有明确分野 对九哥在戏曲时尚之意味 未及重视 于宋杂剧 金月本 苑妖妖妖末北剧之间的 原生形成脉模不明 将名人篡改之原杂剧剧本 当作原杂剧本身之发展 于南曲细文字渊源语形成 未能系统论顺 未能考证成立之实地 以至南戏北剧之先后 男友言习名人北先南后 颠倒措置之弦 于南戏如何顺便为传奇 亦未能做明确之分野 论清剧之成立 于灰汗河流之时代太晚 虽然想不掩余 将是对于戏曲之眼镜与变革式 无疑是很足以令无人参考者 好 你看 各位论述到这里 把那几十种的 入门什么之书 一笔代括 挑出 为什么三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三就算多 挑出三个大头来 尤其是张庚 郭汉成 在大陆的地位 那何等的高 我对他们当然很尊敬 两位我都认识 尤其郭汉成也常接触了好几次 当年张庚先生我要请他到台湾来的 可是他的地位的关系 他不敢来 这不能怪我 这个是什么 但是他的书 在我心目中确实如此 如果在这里来批评还不敢说出来 那在大陆更没有人敢说 那是不是对 也许有人会骂我 那学术本来就可以 互相讨论 论辩了 那这个 和乎戏曲 能够打开 朝代 现在所有戏曲史的研究写作 几乎不敢打开朝代 可是戏曲的研究能用朝代来划分吗 就像一个文化的眼镜 能够用这个朝代 决然来把他这个分野吗 所以呢 蒋宗祺先生的这个书 他能够打破这个什么 他能打破这个 这个时代这个什么 已经了不起了